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是二多斯市的一家私营企业 2010年该企业向二多斯市申请换一块储量更大煤质更好的景田 为了获得时任二多斯市市长云光中的支持 公司老板脱关系结识了云光中的儿子和妻子 上门后云光中妻子给了他一个暗示 领导干部为企业在煤炭资源配置 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方便之门 企业则为相关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牟利大开方便之门 表面看似合法合规 实际上利益交换通过这两扇门在暗中完成 被围猎的不单是你领导本身 领导的整个的亲戚朋友 这一个穷体 他要围你 结果是到我这一代 特别包括我下一代 就是这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没有把握而走 郝胜海再次上门时 用一口皮箱一次拖过去200万元现金 此后他又多次向云光中妻子儿子送钱送礼 总额近300万元 与此对应 恒泰公司顺利置换到一块优质景甜 云光中就主持召开二朵兹市的政府常务会 就直接把给恒泰公司置换明天资源的事就给他定了 这就是最标准的全钱交易 他父亲在前台办事 他们在后台收钱